東航客機離奇失事 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 週三 中共民航局和廣西消防部門官員 舉行新聞發布會 公布最新搜救進展 截至23日晚7點 當地消防部門已搜索了4.6萬平方米的範圍 巡獲部分飛機殘骸和人體組織碎片 並交給調查部門 此外 失事客機的其中一部黑匣子也被找到 雖然外觀破損嚴重 但數據存儲單元相對完整 初步判定為駕駛艙語音記錄器 也就是CBR 不過 客機的另一部更為關鍵的黑匣子 也就是飛行數據記錄器一聲未找到 當天 一段據稱是空管人員和附近幾組 在MU5735航班墜毀前接力呼叫的語音對話 也在網上曝光 東航航班完全沒有應答 顯得十分詭異可疑 週三 通往墜機現場的綠村村口 仍被當局嚴厲封鎖 由數十名軍人便衣把手 禁止遇難者親屬和記者進入 一名兩個孩子的母親還求守衛 讓她進去尋找乘坐失事飛機的丈夫 最終 這名絕望的女子被官員強制帶離了現場 其他遇難者親屬也同樣被禁止靠近墜機現場 一位失去了18歲兒子的父親試圖繞道進入墜機地點 最終沒能通過當局的嚴厲封鎖 與此同時 中共當局也對關於空難事故的言論開始管控 多個社交平臺關停了討論空難的賬號 尤其杜絕要求嚴肅徹查和處理事故責任人的言論 新唐人記者 喬安綜合報導